算是最近的这个比赛 还是有着一个不错的一个战绩 比赛是正式的开始了 三个后位应该是17 18 19 一次排开 起球到中间 磕磕磕磕一脚低射洋运吧 昆山在后场拿球之后运转比较慢 稍稍一慢 刚想说一慢很容易被断 就已经被断了 然后呢到三角嘛 选择船中跟上第二第三梯队 够不着张凌峰扭一下打门 球进了 横向盘带入后打了一个反角 张凌峰的进球带来苏州东湖1比0领先的局面 这也是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 接连的在前场给到对手的高位压迫 使得昆山队连续的有将近一分半钟的时间 在自己后场出球出不出去 然后抢下了这个机会 反向船中防守权又一次的是扑弓 第一时间孙国良没有能够碰到球 这两队蛮多像 这球挺给了对方挑一个 这是送的 哎哟 哪有哪有这样失误的 先看下这有没有越位 越位是没有越位的 停 挑一个 点人 就不知道的都以为说是后卫停球 停给别人呢 摇拖 那二十八二十 対比 这球进了 看财� size怎么撤 编才好像是意是越位在先 背耳多对财犯不满 朱整容也在跟财围摇棋 应该是中甲是没有VR的吧 没有 我没有 任意球徐静敏送进去 门架出来摘掉没问题 任意球起进军的后点漏人了 绝杀的机会大哥也就没有了 那裁判就吹掉了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苏州东吴和昆山队是各取一分 这场比赛两个进球 都是由苏州东吴的队员完成